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2003年5月在瑞士、印尔雅举行 当时台湾是连续第七年 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 也有派出代表团到场旁听 重温当年的报道 美国官员会在世界卫生大会发言 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 在印尔雅的台湾官员认为 虽然有不少国家 包括日本和欧盟都支持台湾加入 但他们并不乐观 而来旁听大会的代表团团长就说 台湾的疫情也很严峻 很需要世卫协助 目前有二十位专家在中国 但是在台湾只有两位 我们希望看到更积极的 更多的实际的WHO的帮助 而正在日内雅的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宜 批评台湾当局借非典型肺炎 带造政治文章 企图制入只有主权国 才能够加入的世界卫生组织 他说台湾的目的 是想在国际上 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